在抗美人潮战争中 要问哪一战打得最壮烈 大家肯定会毫不犹豫地说 松鼓风 的确 一个手持轻武器 仅有120人的连队 竟然奇迹般地 挡住了美军一个装甲师 狗急跳墙式的上十次进攻 打出了一个阵地防御战的奇迹 那么 你知道哪一战打到最绝望吗 我想大家都会一口同声地说 长津湖 的确 空着肚子 穿着单衣 在零下40度的长津湖边上 好不容易等来了逃跑的敌人 手中的三八大概却打不下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敌人 从自己的眼前溜走 然而 这还不算另一场战斗 可以称得上是无法描述的煎熬 那就是上甘岭 同样是吃不饱 穿不暖 外面冻死狗 坑道里却脱光衣服还能冒白气 他们在30多米深的地下 不知道外面是天晴还是夏日 不知道头顶上究竟有多少敌人 也不知道敌人在用什么法子弄咱们 更不清楚支援与补给什么时候能来 这种日子什么时候能结束 只能在这个随时都有可能被美军炮火震塌的坑道里 默默地忍受无期的等待 那么 这究竟有多绝望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上甘岭战役最艰苦的十天 战士们是如何以巅峰的意志 创造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了 上甘岭上的美军 虽然占领了表面阵地 其实也过得相当悲弃 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绝地三尺 在山头上小心翼翼地四处排查 生怕哪个不起眼的土堆里 突然冒出一名志愿军要了他的小命 所以不管是他们的高层 还是下面的小兵都想尽了一切办法 除了常用的飞机大炮轰炸 火烧土烟等手段外 还调来了一批二战时有经验的老兵与装备 当这帮人将他们能想到的办法 全试了一遍后 只能回到原点 围堵他们在坑道口的周围 箭火利点拉铁丝网 用机枪大炮严防死守 做到进不去一厘米出不来一个兵 而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 也犹如地心深处的一厘尘埃 美军那种翻江倒海的轰炸 究竟有多夸张呢 坑道内的战士们不能靠在墙壁上休息 更不能让伤员直接躺在地上 地动山摇的冲击力 轻则五脏受损 重则小命不保 而且还要24小时守着坑道口 防止敌人到汽油丢燃烧弹 坑道里的环境更是无法想象 枪支弹药 设备器材 粮食 劣势的遗体 轻重伤员 以及战士们的排泄物 全都在同一个几乎密封的狭小空间 除了闷热难倒 正常的情况都能让人窒息 如果赶上敌人的轰炸 或是火攻的话 里面根本无法呼吸 战士们只能轮流到坑道口唤气 曾经有美军就看到 山坡上出现了一个一米多高如喷泉般的白色雾柱 这才发现那里有一个坑道口 而这个白色雾柱 竟然是坑道里志愿军战士们身上的热气 冲到外面 遇上冷空气而形成的白雾 除了糟糕的生存环境外 里面各种缺 伤员缺药 战士们缺粮缺水 就连石壁上的一点小水珠 也成了战士们救命的稻草 坑道离苦 坑道外籍 十五军组织了大量的运输部队 想尽一切办法往坑道里送五字 但面对美军的十层封锁 能送进去的东西少之又少 往往一个班四五师号人出门 能安全返回的通常只剩两三个人 尤其是坑道口附近的五十米 更是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狱之地 三万多斤苹果 通过层层封锁后送进坑道里的只有一个 10月24日 四五师的伤亡情况出来后 所有的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短短的十天时间 他们的伤亡就达到了四千五百余人 摆在他们面前的究竟是打还是收呢 其实仗打到了这个份上 已不是一场简单的战斗 更成了双方的军队 向世界证明自己实力的战斗 请看下集 防守之颠四战术破局